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 第三张第十次上课 上次录影失败 软体各新的录影失败 这是在重上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在重上 69月重上 好 那我们之前有讲 就是说 这是我们后来就是需要 这个越来越萎缩之下 那个Policylicon 我们虽然说是NPolicycon 或Policylicon 非常非常接近清楚 可是它事实上不是金属 非常接近结束 事实上不是金属 然后在大尺寸之下 这个效应不明显 那会变成现在就是说 在那个小尺寸之下 那这个Policylicon问题就会出来了 包含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它杂集本身Gate会有空拔层 Gate会有空拔层 那Gate空拔层就会造成蛮大的影响 蛮大的影响 就像那边 那边有一个电容 有一个寄生的电容 那扎其这个问题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它 它一些缺陷 缺陷相对来讲 会被 Fix as a charge 相对这个问题会被放大 所以它造成了几个问题 就是说 Ferminable pinning 就是说 费米能阶被钉住这样 或钉杂 就是说费米能阶被钉住 本来费米能阶是可以调整 可是它因为 这个越做越小缺陷的关系 和寄生电容的关系 那费米能阶 它不是你想象的 会被其他的 其他的因素所影响 所以讲会造成 我们知道费米能阶 一旦改变的话 那随小Royce就会改变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它的寄生电容 也会造成Mobility的下降 这个原件物理会讲比较细 这边就讲结果 然后再有电容下降 等效的 等效这个电晶体的电容的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Gate的寄生电容 跟Gate的寄生电容 是串起来的 然后串也是越串越小 电容是越串越小 越串越小 那怎么样 那怎么办 那PolicyConGate就不能用了 那我们就用MetalGate 取代PolicyConGate了吗 反正 反正你金属 你本来就是西方金属 那为了用PolicyCon 因为好做那高 那这 那维缩下面没办法 那我们直接再来 再回头用金属 所以我们现在用金属去取代 去取代Gate 然后杂机 那此外 HighK的话 HighK才是金属氧化物 待会教 那氧化哈 那金属氧化哈的话 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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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氧化跟金属本身的界面 就比细还要好 路以类聚 所以说 你用金属氧化物 氧化哈的话 那配合金属炸机 反而是比 是比用传统的PolicyCon来得更好 来得更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MetalGate的制程 那个这个叫做 GateLess的制程 再要背起来 跟要再背起来 GateLess的 是什么叫GateLess的 前面的做法都跟以前的那个 其中考的范围是一样的 都是传统的这个PolicyCon Gate的做法 那我们就是一样 我们保留这个Dummy的Gate 虚制杂机 DummyGate虚制杂机 For Implantation 然后因为它要接着100度C的RTA 因为PolicyCon是供价件 它可以纳1500度C 它可以纳1500度C 所以你用那个 它这边用1000度C去RTA去退活活化 是不会影响这个Gate这个结构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做法一样 要做这些做一些这个准备要做MetalGate的保护层 包含做Aside跟Nitra这样子 先写的先做 英文是这样 分子分母 我们常常中文会以为分子分母 搞不起先 那英文一定少先写的先做 先写 所以分子是先做的 先做的好 OK那一样 后面做法都要做Perservation 那最后面我们用那个 最后面我们把用VH 把这个虚字杂机 Domigate把它掏空 然后掏空 因为 因为那个 因为这个用VH 它的10个选择比是极大 所以可以很完美的把这个虚字杂机 红色的虚字杂机 掏空 那我们从10之前也会做一些 Sacrificial Asset 或配阿塞等等 也把这些阿塞掏空 因为 因为它比较相对讲不干净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涨那个 涨high care这个层 那萧红书这个比较旧了 这图还是萧红的 他说用 那时候他参考资料是TA205 但是现在是用 Habunia Asset背起来25 然后现在已经到25 Habunia Asset也25 那Habunia Asset 好 那 那它的Gate Gate它是用那个CVD Tonstant Gate 但是现在其实Gate 我们都是用ALD 记住 Hikameral Gate都是用ALD做 因为现在元件都很小 要用ALD 然后为什么其中 考特别考ALD Hikameral Gate都是用ALD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虚制杂集 它纯粹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做Salt Drain的Implantation 跟Activation 它承受1000度C的RTA的温度 那用过后我们真正的主角才要上场 最佳男主角 Hikameral Gate 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才要上场 所以才用Hikameral Gate 所以这个Dami Gate 就有点像红色的Dami Gate 有点像那个 虚制杂集 要牺牲打 牺牲打 互送上一点 然后台湾 台湾棒球不是最喜欢那个牺牲打吗 每次都在那边 那个打小球 有没有 就是这边打小球 打小球 所以台湾的打棒球 那些野手 上不了国际台面就是这样 那国际比赛 没有在那边打小球的 你是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打小球 要戳个保送一垒这样子 那那个欧美不玩这些东西了 他觉得很low这样子 所以棒球慢慢就 好像很进不了奥运这样子 就是搞这些小球文化 真的很低级 你要就正面对决 觉得会大棒吗 谁哪有那个打小 打这种机身打出名的 小死人了 这实在是不可取了 那搞了搞了搞了 我们现在棒球文化 变球棒文化 这很好笑了 开玩笑 好 所以这个叫getless的制程 getless的制程 本来抓住个关键 getless的制程 前面就是要一个达米get 达米policy 那个不需要掺杂 那纯粹就当吸增打 你记住 这边拉帮你好笑记忆吧 想想我们棒球 牺牲党 就是说一大堆牺牲党 好像我们一到九棒全部在牺牲 那不都输光光吗 好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high camera 早期的发展 这边 我说简单待过一下 最早期就说 getless的 因为早期我们尽量就follow前一代制程 不然比如这样 尽量尽量向前一代致敬这样子 像应该有几牙膏 我们一直几 14奶米 这尽量跟上一代 上一代技术什么致敬 我这样子比较不会什么 出大问题 那apple也是 apple到8到现在 好像也没什么改变 对不对 越卖越贵而已 刚讲apple手机 你们喜欢就买 无所谓 但是你不要去排挤买原文书的钱 好不好 不要买到买 不要排挤买原文书的钱 缺钱的话 现在台积联电各个大厂暑假实习 缺我们台积交这些学生缺得很 你只要去就有了 像台积电我的学生都会送去实习 那做班的实习 月薪一个月就4万 7、8月就8万 你可以买两只三只 买一只 剩下5万块 买重要原文书买起来 iPad买起来 iPad是实用 电子书 可是iPad你也不要只看老师的讲义 这老师讲义都比较精简 那你还是要买电子版的原文书 那电子版原文书也比较便宜 所以用iPad是很好的 我关键就是你要用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要开马萨拉迪也可以 你有钱都可以 但是前提你是学生 你重要的重要的原文书你要买 重要的原文书你要买 重要原文书不要买 不要说什么家具就送给学弟 然后这个学弟学妹 很心里一个学妹 把自己的原文书全部送给他 那你真是跟自己前途开玩笑 我跟你讲 好 再来那个 iPad first 就是说我们后来就觉得 用iPad做这样子 这看一下就好了 那这是过往的历史 因为都要致敬前面一代 比较慢慢演进 我们说他你不如学 慢慢演进 最后就get last iPad metal gain 所以就是C目前就是C的制程 目前就是C的制程 好 好 这是get last get last的相对来讲 是不是难做 这get first 最早就是致敬 那个 致敬 那个原本的 原本的policy 空get的制程 制定他 那相对来讲 你get last 是比较难做 成本也比较高 但是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用 不继续用polygate 他继续用刷牙骰的话 他 他就会有漏电 那polygate会有一些 机身的电容 会造成整体元件的效能 大幅度的像样 甚至失效 那你不用不行 再贵你也要用 对不对 再贵也要用 对不对 好 所以其实现在开发出来 那么久 其实它gaming lowgate 也不会太贵了 对不对 现在都是 就是你市面上买了到的 那个28奈米 20奈米以下的制程 全部都是hiking low oh no 不是哦 hiking lowgate 90奈米 或65奈米就有了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 说IC就是hiking lowgate 都是hiking lowgate 那机座 hiking lowgate都是用 ald做的 ald做的 所以ald的技术非常非常重要 有机会学 都可以去学这样子 好 那他的我们比 我们讲这个就好了 他什么都 他唯一缺点就是贵 就这样子而已 什么特性都好 就是贵 但是半导体 不是没有再怕贵的 对不对 半导体没有再怕贵的 对不对 半导体重要是效能要好 对不对 效能照还好 那现在你买那个 那个什么 Pen10什么4啊 10年前CPU 再便宜100块给你 你也不买 什么都跑不了啊 连window都开不了啊 便宜有什么用 是不是 给你再给你3310 100块卖给你 你也不要啊 对不对 4G的4G讯号 3G讯号都没有了 对不对 现在就4G起跳 5G起跳 对不对 现在手机 谁在买4G的手机 都买5G的手机啊 要不要升级就再说嘛 所以效能是 其实是在半导体领域 是很重要的先学条件 效能不到 比如说 根本就一文不值啊 根本就一文不值啊 知道吗 所以其实 半导体产业好 就好在可爱 这很重要啊 这个就是好在这里 它会涨价的 虽然是单位面积的 产生的成本下降 可是整体的 做成产品 是会涨价的 你看以前显示卡 3000块 现在是2万 1万到2万 是基本的 会涨价的东西才好 大家以后就业啊 一定要找会涨价的产业 会涨价的产业 好 这个有点深啊 你自己想看看 然后找会涨价的产业 好 好 再讲EOT的概念 EOT的概念 因为HIGHK 我们讲说HIGHK HIGHK 那我们要不要更简化 跟以前的 跟以前的 Dry Asset等效起来呢 然后我们就用等效的 EOT的概念 等效EOT的概念 我们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 这个眼镜 那这个EOT的厚度要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那越来越薄 事实上你真的那么 你用转EOT做到0.5耐米的话 还是0.10耐米 你GET这边会有Direct Ternal Direct Ternal 规则你是不能改变的 比较后面这个金门大桥 它受重力影响 所以它要做得很坚固 对不对 那你做这么长的桥 你怎么能用木头 用塑胶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物理现象 重力这个现象是存在 那我们怎么克服它 用更强的材料 用更强的材料 跟更强的结构来设计 是不是 是不是克服这个 这个先天长跨巨桥的问题 对不对 大家想清楚 我们在物理上 当然是有限制 物理上有一些限制 有些规范 有些定律 但是我们用工程的等效的 来克服它 不是打破它 等效的来克服它 不是打破物理定律 好不好 好 那这个EOT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电流 电流的公式 是用没有传统平方 这个这个项 那这边 阿塞的话 就是单位面积的法拉 就是 高阶电 高阶电系数 它中间电力 存上它的厚度 存上它的厚度 也就是说当你的 你的电容越大的时候 你的电流就越大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 固定 Keeper Keeper 一个固定的这个 TSI的厚度 那我们就是 就是 假设是0.5 好不好 0.5奈米 那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这个 氧化成电容的值就很大 电流就很大 可是你真的用 Tri-Asset做0.5奈米的话 你有很大的 很大的 那个 炸鸡肉电流 那我们现在就用 HIKI材料 这个 科学家也是很厉害 这个用EOT 什么叫EOT 我们知道 对于0.5 假设是0.5 我看这例子是0.5 0.intel这是0.8 我们就用0.8好了 假设 假设我要0.8 0.8 EOT是0.8 这个材料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等式一个像 看一下 框框 框框的公式 那EOT 就是说我 假设我是用 真正用主要塞厚度 那等效 就相当于什么 用HIKI 用HIKI的话 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公司看起来 有点抽象 我们在 有点 不够具体 然后我们在 我们举个例子 你就很了解 假设我们用 HIKI是25 K是25 那抓塞厚度 是3.9 那如果你的 你的现在 HIKI材料 是5奈米 5奈米 对不对 那EOT 就是0.8 它等效 相当于抓塞 0.8的 电动值 所以 如果那个 金片 理论上 用 HIKI用 用0.8奈米 或HIKI用 HIKI用 HIKI用5奈米 看得到电流 应该是要一样的 但是 这理论上 那实际上 我们说 EOT 0.8 我们说3奈米 就有很强的 穿睡效应 0.8 那是更可怕 对不对 你真的用主要塞 0.8 的话 那你get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你用 HIKI材料 你把真实的它的物理的厚度放到5奈米厚的话 它算是它这个效应就比较 就几乎是可以忽略了 也不能说完全忽略 是很小很小了 GET的IG会远远小于ID 所以是可以忽略的 可以忽略的 好 那Intel在2015 就有PAPER发表 然后它N73奈米节点 然后它 它 阿萨用 那个 它的 好云年阿萨用5奈米 所以它EOT 0.8 EOT 0.8 那Intel也很搞笑 它把它用什么材料 都跟我们讲 那我们 那我们那个亚洲三星台具 就谢谢它 就照拜 就用好云年阿萨 所以教兵必败就是这样子啦 这台积电卡才不会再次破译论文化期刊论文化 期刊论文化发表 它用什么材料体验的照片 2015的话Intel就 自以为天下附体啊 就是 所以是我们古话讲的教兵必败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HIKI要怎么选 HIKI要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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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尽量要让它配合Bang 它的 它的那个 Tondation Bang Bang跟那个 绝缘体 绝缘体也有BangGap 我们尽量让它阶级与右氧化系 那选来选去的话就是 红光光碰哪三个材料 红光碰哪三个材料 Daskone Asai HIKI要 HIKI要是和人先阿三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主流 应该自成上 可靠度上 HIKI要塞是 比较好的 HIKI要塞比较好 那更这个很细腻的这个材料的材料的物理的现象 那是被持续在探讨之中了 为什么其实你用Dakonium在电线上 从这个理论来看是一样的 可是实际上还是用Hafni Asai Hafni Asai 那你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是Gate 这是Body 我们说三奈米就会有很严重 Directory 对不对 三奈米就会有很严重Directory 对不对 看这边有Directory 那我这边把它稍移一下 对称一下你们讲一可能没对称 你自己自己知道 可是我们要改用Hai K 是把它等效物与厚度提升 等效物与厚度提升的话 它的Directory就不会这么严重 不会那么严重好不好 然后现在讲Metal Gate 讲Metal Gate 那Metal Gate这个Intel在2005就提出来了 因为他们90那里就用Hai K Metal Gate了 那他到时候 那时候我们说 N N非要NPolicylicon 那我们像公函数接近NPolicylicon 我们就叫NMetal 好不好 再背起来 NMetal就是公函数接近NPolicylicon 那 PMetal就是公函数接近PPolicylicon的公函数 叫PMetal 这是Hai KMetal Gate半导领域的这个专有的一个名词 NMetal P-Metal 你讲给台积电做 只要是那个Hai KMetal 这个前段制程都知道 NMetal P-Metal 就代表公函数是接近这个纸的这个金属材料 那Intel就是打迷糊杖乌贼战书 他说他用A道街的这些金属 他都找到了 就打迷糊杖 就打迷糊杖 他说因为我要调零界电压 我用这些Metal的公函数去调 打迷糊杖 2014年就弄这个打迷糊杖 可是他也起个这个 怎么讲 他也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让大家知道 很多很多金属 可以可以找到这个Metal P-Metal P-Pack的金属 那我们就是去可以用这个金属去解决这个 这些这个 这些这个可以调这个临界电压 可以调这个临界电压 那这一页千万要背起来 这一页资讯量很大 这一页资讯量很大 那 Hi-K的这个 Word Function是可以去调VTN VTP 我们之前讲考试有考Intel Intel那个图 就是0.1 0.2 0.3的后面 这个0.1 0.2 0.3 那这怎么调 他其实就是用这个 因为你的临界电压 它是公函数的函数值 对不对 临界电压是公函数的函数值 对不对 我会调这个调变这个 调变这个 临界那个 公函数的那个金属的 Metal Gat的金属 公函数我就可以调整临界电压 我跟上课好讲好几次 这临界电压在数地电压 最重要的 这个临界电压一定要控制的非常非常精准 一定要控制的非常非常精准 那我们之前有讲这个 用那个VTH adjustment的doping 那个在FinFay不能用 因为FinFay都小小的 这是10到10奈米的高度 宽度 高大概40-50奈米 它已经没有空间去做imprint 整个平面的Metal Gat adjustment doping 所以就是用 就是用High-K的这些公函数 来去调 从公司里面都看得出来 从公司都看得出来 其他的你都不太能够调 不太能够调变 唯有金属公函数是最好调变的 你要调变其他 当然可以 但是很困难 而且变异性很大 对不对 统计上变异性很大 那一条金属公函数是不是最容易 调金属公函数最容易 后来这个 n-phase用n-metal 那后来科学家说 一个一个慢慢都找到了 Intel这个 之前这个谜题被解开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概大家就找到了 n-metal n-metal的话大概就是4.1左右 n-metal大概4.1 4.1 p-metal的话大概就是5.1 5.2 因为banget有1.12 对不对 所以n-metal5.2 5.1 p-metal5 n-metal4.1 p-metal5.2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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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后来我们 进一步 又发现 我们用那个 我们尽量用铝 比如TiL 用铝的比例 就可以去调这个n-metal 因为铝跟Ti是比较常用的金属 我们之前上课都有讲 铝跟Ti是很常用的金属 所以说 那你说之前铝会有 会有什么spiking的问题 可是 Gatless的Gat之后做 所以它热预算已经到后面已经很低了 所以它不会有什么 Sermal spiking的问题了 因为最热的前面的1000度C RTL 我们用darm 给把我们挡掉 解决掉 吸生打 吸生打打掉了 吸生打打掉了 那p-metal的话 就是用那个 TiN含蛋的 非常非常聪明 用ald 用蛋的比例去调就可以了 用蛋的比例去调就可以了 像TiN这边是说是4.7 对不对 可是你蛋浓度高一点 它就可以到5.1 5.2 5.3 这样子 用蛋的比例 就那比如说那就是Ritch 然后Aluminous Ritch 这样去调 那么含话就是 富含 Aluminous Ritch 含铝多的 或含蛋多的 那就是Ritch 这去调 那再记住 记住看双公司就看出来 如果你Aluminous Ritch的话 VTH N跟P全部向左一 全部向左一 全部向左一 那如果是Enrich的话 VTH完全全部向右一 如果你今天那个 今天那个自身做错 灵界电压做错的话 你就知道 我要怎么把它调到正确的位 比如偏 偏右的话 我就Aluminous Ritch 把它左一回来 如果偏左的话 用Nitle Ritch的Metal Gap 拿右一回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选这么多 那么多复杂的金属了 然后是整个相对来讲困难 那不同的金属 它的特性也不太一样 因为缺陷 或弧性腐蚀的问题 所以现在最常用的 就是TiL跟TiN 甚至三元金属 现在在开发 TiLN 好 那我们这节课 先上到这边 我好怕又没入成功 我先上短一点 我先试看看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